按確定 然後給一個成績 確定之後他回來給我一個什麼?合格跟不合格 這個的話該怎麼做? 其實這個前面有做過那個自訂函數 不過裡面會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if的敘述 所以做法上面我們來看 名稱叫做成績函數 所以做法 來看一下,第一個 這個已經做好了,就這個 我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其實就是可以先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做Function 叫什麼呢? 成績函數 OK 所以你插入一個成績函數之後的話 他就會多一個什麼? 多這個東西 那這裡面的話呢 就會空的 所以你插入一個Function叫成績函數 接下來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 要一個 引述或者叫參數 那你請你給我一個平均成績啊 這樣我才可以幫你判斷 到底他是合格 或者是不合格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平均成績 好 那特別注意喔 Function 跟Sup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地方 他是直接去 什麼呢 工作表裡面抓資料 可是Function不一樣喔 Function是怎麼樣呢? 是使用者給你資料 不是你去抓 那返還的話呢 也不是直接丟過去 而是丟給 成績函數 成績函數再丟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感覺好像Function是有點 好像有點像那個 就是 這個Sup有點像直接傳球 直接就傳回本壘了 但是呢Function好像傳了一圈 傳到一壘 再傳到二壘 再傳到三壘 最後才回到本壘 然後感覺傳很多次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那接下來的話喔 我們 就直接怎麼樣 他給我東西 所以一幅 所以這邊 特別說 一幅什麼 剛剛是 去抓 現在不用 因為他已經給我 所以一幅什麼呢 一幅 他的平均成績 所以我習慣是按 Ctrl鍵 if平均成績怎麼樣 大於等於60的話 直接從這邊判到 因為他給我 then 一樣把結構先打出來 else and if 這個固定的啦 好 然後再怎麼樣 回給誰 回給 成績函數 所以拖拉過來 按Ctrl鍵 我習慣這樣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合格 反之 就是不合格 所以喔 其實這邊的話 直接可以把這個 合格 OK 好 然後呢 再把這個怎樣 拉過來 Ctrl鍵按住 這邊打個不 不合格 OK 這樣就打完了 所以呢 這種做法 其實 邏輯上面跟剛剛 還蠻類似的 不過慢慢各位要習慣 到底兩者之間有哪裡 不同啊 這個我想 多做幾遍應該就熟了 OK好了 之後的話呢 再試試看 如果優標放這邊 插入函數 成績函數 給一個 OK 合格 往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 剛剛主要兩個重點 一個 如果你要追蹤到 這個7不要是固定的話 就這個 自己再打一下 再來的話是 成績函數 兩個稍微做一個比較 那 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看多重 多重部分的話 也是兩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按下去 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 ABCD 另外的話呢 一樣 可以插入 函數的時候 可以叫 成績函數 多重吧 OK 這裡的話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就還給各位一下 好 基本上 那個VBA最重要的 不外乎就是 迴圈 所以如果你迴圈有概念 今天的話又多一個 就是所謂的 if 邏輯判斷 這些東西的話呢 將來呢 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因為呢 會經常性的出現 那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用到的機會比較大 應該是 這個SUB 一鍵完成 那以後如果你先一鍵完按下去 適當你處理完的話 可以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成績 多一個 一幅的邏輯判斷 不外乎就是Sales 哪一列 跟哪一欄 去取得一個資料 輸出的話呢 輸出到哪一列 ID 哪一欄 OK 試試看 那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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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